因此当你撞进一些经验 感觉上像是一道墙时 请不要压抑 别以为你是特例 所有经验丰富的禅修者 都有他们自己的墙 一道一道的墙 你再出现 只要你做好应付的准备即可 你处理困难的能力 取决于你的态度 还是讲到这个态度 态度就是心态 所以说你看处理困难的能力 还是关键还在这个地方 还是态度 所以那天前天晚上 第一天先讲这个态度 如果你可以试着将 这些麻烦思维机会 作为修行的逆增上缘 就会进步 禅修出现问题的时候 处理能力会一直伴随 你度过下半辈子 让你得以解决 日后真正棘手的大问题 如果你试图回避禅修中 升息的每一件麻烦事 你其实是在强化 那有时 已经让生命难以陈述的喜气 在强化了就不好的喜气 学习面对不愉快的处境 是很重要的 身为禅修者的职责 是对我们自己要有耐心 以不偏不移的方式 看待自己 包容自己所有的忧伤和缺陷 就是说对自己不要苛刻 但是对自己要严厉 苛刻和严厉是不一样的 心态不一样 苛刻是一种负面的心态 我们应该学习善待自己 逃避不愉快 到最后是对自己非常不利的事情 说来矛盾 善的必要条件是 当不善升起时 你得去面对它 所以我们面对自己的这些 过去生中的各种负面的情绪 各种负面的这种心态 都要包容善待 但是不是纵容它 不能姑息它 就是接受它 但是同时要下决心去改 就是你有一个客观的心态 简单讲 还是这个心态的问题 你完全客观的心态 你就不会对负面的情绪 负面的能量产生忧伤 或者加上负面的情绪 对负面的情绪 不能加上更多的负面的情绪 而是包容 然后才能解决这 那个时候你才能有智慧 你没有情绪 你有正确的心态 你就会智慧升起来 然后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用奴隶作义的方法 用正念来转化这些负面的情绪 所以说心态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这两天强调的 保持平等的客观的觉知性 这个客观很重要 昨天说了 你只要有自我 你就不可能客观 这个我知障碍在你 你就被这个自我笼罩在里面 你挣脱不了这个我知的笼罩 然后你是忧伤的时候 你也潜意识地 你认为这是我的自己的痛苦 我的忧伤 那我也不顺利了 最负面的情绪 才升起负面的心态 感谢观看